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2、3節,你有否參考過SPEEDFIRE這艘戰鬥機的特性? 沒有 它是相當靈活的 爬升速度很快 當然是以螺旋機計,不是以噴射機計 所以當時德國面對這艘飛機 雖然量是勝過,但質方面沒有贏過 你看看紀錄也知道 第一階段戰役裏 德軍的戰鬥機損失367架 而英國只損失183架 差不多是1比2 戰鬥機對戰鬥機來說 應該不能贏 但是在轟炸機方面 德國就不贏 有提到德國的轟炸機 攜彈量少 即即便到達到時也不足夠 但整個德軍的部署 第二階段 他對英國的軍工廠 或者機場 或者軍用設施 其實都做了一個很大的殺傷力 你看看紀錄 第一階段的戰役裏面 有12個機場 7個飛機制度廠 6個雷達站 一個指揮中心 和一座彈藥庫上 10個油庫 都是被德軍打爆 雖然說德軍損失的戰鬥機率多 但問題是 他的戰略上 其實是稍勝的 他仍然贏了 所以第一、二階段 如果他一直一直下降 基本上英國的製造業 軍工製造業 可能會失去 但問題是 到第三階段 改變了策略 但是說來講 就是希特拉對英國的首員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有人說 英國和德國 德國佬在第一、二階段的進攻 大家好像有個協議 大家都是不會攻擊平民的 而德國人也不希望 他已經不想贏這場賽事 這場戰事 他的目的就是 他就說要令到英國人感受到威脅 然後就妥協 他就這樣說 我打到你殘了 你不就自己投降 是咯 那我不用問 他不是叫唐皇 他就是千萬和約 千萬和約 沒有唐和 他認為 他第二階段的部署 他主要是對英國的政經界作出威脅 所以為什麼他要打開一條通過倫敦的空中的走廊 就是目的要威嚇到當時的英國的政府和英國的商人 所以他不是想打贏你 他只是想嚇嚇你 但問題就是到第三階段的時候 他說因為有八架的光炸機 因為天氣不太好 就飛毀了進去倫敦 就誤以為那裡是軍事基地 就丟了那些炸彈下去 就令到英國人同仇吃蓋了 就是一炸一炸 然後就丟了 當然有力量 就炸回去柏林 對 就派軍人去柏林 後 希特拉就要十倍奉還 就要炸倫敦 什麼都不管 就是炸倫敦 這個就牽涉到後來 我們將來也有機會再講 就是那隻VLV的火箭 因為這個是一個當時超前衛的 超大班的 超大班的科技 原意其實就不是做火箭 原意是想上太空 這個是真的 就是他們最初做好班人想上太空 但就因為那個技術太 在戰時很適用 就被希特拉就用了 但是就很奇怪 在火箭方面 他們那個城就很超弱 身邊連美國佬都要抄 但在做原子彈方面 就突然被希特拉停了 其實原子的分裂 其實是德國人最初做的 當時已經想到 有這樣的發言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想到做原子彈 我看過一套電視劇 是講愛因斯坦的 裡面有說 有一個德國的科學家 比愛因斯坦更早研究這件事 因為他的成就 因為他實際去做 他的成就也比愛因斯坦高 但問題 應該這麼說 愛因斯坦就不是做這些 樂手樂腳的 他純粹是理論 是理論 但是那個德國人 因為 即是電影 我講的是劇集 不是歷史 劇集裡面 德國的科學家 知道這件事變成殺傷力武器 其實那個殺傷力是很大的 所以他在實驗過程裡面 就特意出了一些錯 那個錯令到整個階段沒有了 整個階段沒有了 整個階段沒有了 就嚇到希特拉 就停了那個實驗 這個講話就比較簡單化一點 電視劇 可以大家當作這樣理解 就是當時 不知為什麼 德國在很多分子技術方面 都超前了 但是在個別幾個很重要的領域上面 不知為什麼他輸了 譬如雷達 雷達後來都有 但是就慢了 即是這場戰鬥裡面 就發揮不到作用 第二件事就是原子彈 飛機方面都差的 即是無論是 特別是戰鬥機 即不是發揮到 很預期的效果 所以就導致了 那個結果 即是戰爭的結果 是這樣的 如果希特拉有原子彈 可以了 我不知道 這個是另外的歷史 因為日本也想做的 日本也想做的 但是發展到後期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跟原本的初投策略 已經差很遠 譬如英國那裡 我想最大的戰略目標是拖 即是他不是要贏你 但是他不輸就可以了 他不輸就贏了 他不輸 而等到美國插手的時候 全線就不同了 結果他真的等到 如果你看回歷史 其實英國自從在十一世紀 被歐洲的 在諾曼帝那邊的人登陸之後 其實是未曾試過被佔領的 他不跟日本 日本第二次戰爭輸了之後 被美軍佔領 但英國到現在都未試過 在十七世紀 十六世紀 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西班牙的無敵艦隊 要打英國 有少許像日本的神風 就是一開始就打風 結果整隊艦隊都全軍覆沒 因為有兩個地方一打 其實跟地理環境好接 即是決定性的做 其他就是俄羅斯 即是兩次了 拿破崙打俄羅斯 希特特打俄羅斯 都是被地理環境拖著 英國那裏就是純粹靠島 他可以守住基地島 他守得島之餘 他還有能力炸回你 那就跟現在台灣的情況不同 也不是的 台灣現在都有飛彈 沒試過嗎 隔個海都難打 基本上看到很多隔個海 要贏 你都要犧牲很大 最經激烈的 最經激烈的 要整個部署很精密 還有很多方面的條件都要配合 例如最大人間是天氣 一天氣一改 整件事就不同了 你問一下 部署在海岸邊 你還要集齊人 現在在天空上有人看到你 如果有人用轟炸機轟你的話 就沒辦法走 所以這場仗 其實跟德國設想的預期差很遠 連岸都未上過 連海那裏都未過去 未出到自南過去 純粹在空中上大家的交鋒 他在岸邊已經被英國佬派攻炸機轟 後來希特拉說 我們遲些才會 我們遲些才會 吞遲一年 其實真的不去 真的不去 但修憲就拿回三天 如果我打敗了蘇聯 那你就投降 結果兩邊都去到不行了 所以如果你看回 他在歐洲大陸 打橫是無敵手 但去到東西兩個極端都輸了 沒有那種優勢 他起初贏 他處心積累 因為他不可以部署 想了所有方法 戰略定了 不會亂改 但是你看到這次打英國 他起初是OK的 不是有什麼問題 雖然說戰機不夠人砌 傷得多人 但問題是 我死兩架 你死一架 如果有得拼 都會贏你 但問題是突然間 他又脾氣了 突然間又不理戰略 所以你看到他這個人 是有些收養有些問題 一到中期沒有興趣 或者悶的時候 就開始亂來 這些是事後才能看到的 有些人做事 最初是威風是小的 很順勁的時候 就是 但有一點阻振的時候 開始的人 情緒不穩定 可能你剛打歐洲的時候 打法國 打波蘭 你可能部署了很久 可能你那時候很謙虛的 聽一下意見 但當你贏到開項之後 你那時候很威風 慢慢就大了 那時候自大了 就不理下屬說什麼 這些人也不敢搏你 那時候 所以很嚴重 你到一個人 如果你發覺自己 聽的東西都對你贊成的話 那你真的要折我檢討一下 應該折我一下 即是 那些人不敢跟你說真話 即是不等於你對 而是說你有錯都沒人這麼說 你看這場戰略 去第三個階段 你給了英國人 即是回倒氣 那你已經失敗了 你第一、二階段 就算是輸戰機 但你贏戰略 但你去第三個 你戰略輸了 你自己搞亂了自己部署 然後呢 到第四階段 你才回頭 但你又要打體力 因為我覺得很忙 因為還沒搞定 即是一件事還沒做完 你無緣無故做另一件事 那如果根據你這個看法 其實他在1940年 即是未真的打第一次 他已經顯露了那個弱點出來 只是大家當時覺得 他真的打橫無敵手 才有這種感覺 就是他會贏整個戰爭 我發覺他沒有什麼耐性 即是你說什麼 他閃電戰嗎 因為他沒有耐性 就閃電戰 你一拖慢一點來打 他就死定了 英國的戰略思維也很成熟 很好很好 非常好 他不會急躁 他不會說 你和你什麼 我和你死過 千奇本來 我們吸收一下 其中一件事 如果大家的力量對比懸殊的話 第一件事 沒有再和你死過 當然沒有了 和你死過只有你死 我和你死過 其實自己死的人 是不會死的 那是什麼呢 是磨 對嗎 對 即是英國人和你磨到 對 磨到出現的事情有喘機 對 他等不到美國人幫忙 但問題是 他磨到你 你根本就不耐玩 你玩一下 你覺得不玩 就玩別的地方 即是你個人根本就不集中 所以磨你一段時間 你都自己走 嗯 這個亦都看到 民族性格的修養 是 即是英國人做事 是稍微踏實 即是那個現實感很強 是 即是你現在看到他 無論做一些 例如外交 是 即是自己的能力多少 做到多少 是 他的評估是很準確 即是不會做一些 自己是能力範圍 基本是做不到的事情 你看到英國人 為了 即是 不讓德國人知道 他已經解了 這個 即是德國人的密碼 即是德國人的密碼 即是那個叫什麼 艾尼加 艾尼馬 艾尼馬 那個要解釋一下 他是有很多個插管 是 他打了電報之後 他搞幾顆棍 一搞 那些密碼就轉 等於現在的 encryption 他對 即是收到密碼 他就有一個方法 就還原出來 即是等於decrypt 你想想英國人可以 我明白 即是拆了你的馬 又知道你會偷襲 做什麼 他可以 即是那個 即是政治領袖 即是靈性不同 他可以 寧願犧牲自己的平民百姓 很可能其實歷史上 會變成罪人 都不想讓德國人知道 他知道了去破解了他的密碼 而且那場 德軍叫做月光咒鳴曲的 這個 這樣的 戰役 即那個轟炸 英國人 是死了很多人 是的 死了很多人 死了554人 重傷804人 而且 有12家生產 飛機零件的工廠 都全部炸毀了 令到英國那個 空軍生產的能力 是跌了兩成的 但是你想想 他為了不讓德國人知道 我知道了你的事 我寧願犧牲了這個地方 這種其實隨時會變成歷史象 是的 還有我去過 他跟中國人那種情緒分別很大 中國人有很多 很善情的事情 呼天搶地 大盜殺 但一看英國就沒有 他只是把事情說出來 你明白 到最後他回到你的時候 他不是一樣炸你的漢堡嗎 不是 那個那位 那位就是大屠殺 是的 但是他不是一樣很冷靜地做 是的 他沒有呼天搶地 這樣說我服仇 不會的 他一樣很冷靜地炸 就是這樣 所以民族的性格是很不同的 英國人很突然害怕 現在不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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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小英倫 但是他在高峰大英帝國的時候 的人才背出 外交和政治手腕都很高 我覺得很深沉 很深沉 英國人很深沉 跟天理有關 他真的可以欺負你 但是德國就是浪漫主義 是 就是 很情緒 很 他很極端 他的思維是很哲樂化的 是 但是當有感情爆出來的時候 就 很激情 是非理性 你看看希特拉那些演歌就知道 這也是另一種性格 所以我在這個節目 很強烈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去看戰爭 戰爭的方式 策略 武器 甚至兵種 都反映了民族性格 這是一個歷史的定律 我們從那個民族性格 其實我們可以猜到 那些人怎樣打造法 美國人很簡單 就是 一美重拳 美國最流行的 中間突入 中間突入 還有所有的力量是很重很重的 他覺得 如果你夠重的力量 任何人都當不到你 現在看了一部電視 A-Team的時候 那個主持人永遠都是這樣 中間突入 那亞洲人打什麼呢 亞洲人就是吃腦 打音樂 打音樂 打技巧 以及打一些技巧 一些噱頭 所以有很多古靈精怪 古惑的東西 究竟古惑的東西好些 還是力量型好些 我想每個時代 都有不同的結果 每個民族的性格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